我从一些渠道搞到了一些中共中央北戴河会议的一些战略方向的一些信息 战略方向还是容易搞的 咱们搞到了 给大家分享一下 最新消息是印第总统确认了 普京包括中国的习主席将要赴巴厘岛出席G20峰会 也就是确认中国俄罗斯 现在就差美国总统 拜登应该是不出意外也会出席 三巨头在巴厘岛要见面 从我得到的北戴河会议 它这个战略方向来看 那这次巴厘岛G20峰会实际是什么呢 要稳住世界 不发生系统一些风险 稳住世界 那很有可能中国的习主席和拜登见面 要谈的就是管控双方之间这种分歧 也就是说什么呢 要在巴厘岛会面期间要稳定住全球局势 印尼总统左科是确认的 俄罗斯总统普京要出席G20峰会 而且认为也确认了习主席 也明确了习主席要参加 中方应该是不出意外也会确认的 随后要确认 这个泽连斯基已经是无方确认了 泽连斯基出席G20峰会的前提就是普京也要到场 所以可以看出普京确认到 那么泽连斯基应该也到 所以就是稳定住世界局势 这个稳定住世界局势 其实中国能做的也就在这了 把这个世界局势稳定住 那为什么要稳定住 也是说世界未来要发生什么 中国需要中国三巨头聚首 世界要发生经济危机 我这一直说世界要发生经济危机 中方是为什么稳定 就是不要让这个经济危机 全球的经济萧条来引发世界大战 就不要向战争去转变 中方能做的包括世界三巨头 现在能做的就这个 你现在理解了吧 咱们一会儿把北戴河的这个精神 咱们给大家讲一下 整个的战略方向已经确定 中方现在为什么要稳定住呢 因为全球应该是判断 中央判断经济危机要来 那习主席在北戴河会议之后 去了哪呢 去了东北 所以你就明白了 中央从战略方向看 方向是北上 没毛病了 所以台湾问题和咱们北上 你是不是看我频道同志是吧 经常能够了解咱们这个思想的人都知道 咱们有一个观念就是先把台湾问题解决掉之后 要尽快北上 现在真的是这样 中央已经下定决心北上 这次北戴河会议其中的一个关键点 就是要振兴用北 要北上 那这个什么原因呢 其实跟这个经济萧条有关 就中央判断经济萧条来 所以怎么解决呢 就是北上 首先第一点 这个习主席是在16号下午 在辽宁锦州考察 同时呢 还去了沈阳 在这个振兴东北 习近平原话 我们对振兴东北充满信心 这是他原话 在这个北戴河会议之后 中央明确 应该是北上 这个方向应该是大定了 中国呢 原来 这个还记得这个改革开放 实际就是抛弃东北 把这个东北抛弃 然后呢 把这个所有的经济重心向南转 那是南下 从那个之后 中央现在明确表示要北上 那你可以想想 这是经历了三十多年 对吧 东北人都有记忆 其实这个 东北原来是这个 非常这个 我觉得还是非常重要的地区 后来这个南下之后 中央正中心南下之后 东北地区实际是变成了什么 变成了一个 变成一个不算是萧条 算是什么呢 算是一种冷冻状态 其实这个当时中国建立了五个 经济特区 还记得吧 大连 青岛 宁波 厦门 深圳 就是南下 当这五个城市啊 不是随便选的 实际他们都是跟这个世界贸易 直接承接产业产能有关的 中国打开国门嘛 那你想想明白了 中央现在在这个北戴河会议 确定的一个基调 就是未来世界发生经济萧条 大经济萧条 那你说世界的贸易 世界的啊 这个经济要衰退 那这些与世界接触最 对吧 咱们讲最频繁的南部城市 南方城市 是不是 就陷入到一种相对的冷冻期了 所以你看啊 这个当时选了大连 大连是干什么 搞定日本啊 大连跟日本 对吧 青岛呢 青鸟是搞定韩国呀 跟韩国承接 他的产业等等 厦门厦门就是台湾呢 吸引这个台资 深圳呢 深圳是为了和香港 宁波宁波是为了那个包玉缸啊 世界传王嘛 所以中国在经济上啊 其实当时从这个华越集团 向北越集团转型南下啊 整个的五个城市啊 沿着中国改革开放这个线啊 实际就是率先崛起 整个的承接了这五个发达地区 的产能啊 日本大连 对吧 青岛韩国啊 厦门台湾 深圳香港 宁波 对吧 承接这个世界产业转移 五个发达地区产能啊 是都有对应的啊 所以啊 深圳是直接把香港的电子产业搬过来了 对吧 成为世界消费电子产业之都啊 他是非常成功的啊 这里边你除了自己努力以外 是不是跟历史机遇有关呢 当时如果是产业啊 他们转移 中国不承接 是吧 他就跑别地儿去了 啊 所以国际环境 国内政治都给了深圳一个改革改变命运的机会啊 这是中国当时改革开放南下 对吧 啊 实际中国啊 这种改革开放啊 这个 这个历史上都有啊 咱就不谈历史了 现在咱们这个局势咱们分析啊 既然咱们这个北戴河会议中心思想什么 是这个世界经济要啊 变成大窍条 你像对外贸易啊 这一点你怎么解决 对吧 外外务需求就减少啊 大家知道现在啊 所有国家内部 你看资本主义国家内部是包括政变呢 斗争激烈啊 代表什么 代表他内部 包括通胀 代表他内部已经在开锅了啊 水已经沸腾了 这是这个经济危机的之前的最明显表现 啊 中央这个北戴河会议确定这个 我觉得没毛病啊 从这个资本主义国家各政党之间的斗争加剧 啊 包括各种的这种啊 这个事态 事件啊 各种政治人物的事件 可以看出啊 这就是经济危机的前兆 啊 那未来的经济危机这种情况下 中国需要什么 需要有一种啊 重新建立新的经济增长点的 对吧 按照中央的逻辑啊 那这个钱往哪砸呢 你还砸到这些南部地区吗 你想想这些地区都没有外貌了 外貌又要要进行这个调整的 那怎么办呢 啊 中央是北上啊 就俄罗斯现在在乌克兰战争啊 大家看啊 这个整个全球局势啊 俄罗斯在欧洲啊 已经确定要大出血了 对吧 那既然有这么一个逻辑 那咱们何不利用呢 你明白我意思吧 美国现在联系联合他的盟友 尽管他自己已经是啊 这个没有任何力量 他还能打任何战争吗 不可能了 他欠一屁股债又经济萧条 内部又乱 所以他也不敢打更大的战争 等于是什么 但是他可以联合盟友对中国进行封锁 现在这个芯片 想想吧 全部都是这些啊 封锁 那等于什么 等于美国这个西方集团对中国的封锁 现在这个确定了 而俄罗斯呢 俄罗斯在这次俄乌战争中已经头破血流了 在放血 那他为了活命 而且亚洲地区 美国对中国的包围越来越紧 全球经济面临萧条 你怎么突破呢 咱们这个北戴河会议中央找到了方法 为什么说是振兴东美要北上呢 实际是什么 是要什么 第一点啊 你必须要从萧条 先从经济卡 你先从萧条中走出来怎么办 只有一种方法 就政府主导投资嘛 以公代赞 这次美国人都搞过 罗斯福计划 对吧 那你这笔钱要投在哪呢 这是一个巨额投资啊 就像当年的南下 大量的东北的干部啊 高科技人员都往南西走 一个道理啊 那你往哪投呢 这应该是什么 这种投资一定是十年数十年 像这个现在这个南方 对吧 他都是数十年的这种红利啊 你看这个对吧 江浙啊 包括广东 对吧 这这一代他都是啊 几十年三十年吧 红利对吧 所以这种投资都是啊 这个巨额投资的啊 那你这种投资选择方向 必须要想明白 在哪呢 啊 就北部啊 一个东北一个西北 这应该是中央已经确定了啊 所以咱们这一期跟你谈的 北戴河会议的一些秘密啊 这应该大方 更细节的咱们没法得到 但是这个大方向的啊 这个应该是我 我搞的这个信息 我还是确认这个准确的啊 首先啊 这些基建的红利啊 这个来源于中国对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 要敞开大门啊 这一轮美国主导的半导体包围 逼着咱们要把什么 就是你往南方投资 你首先这个南方是对着什么 对西方 对吧 美国主导的西方世界的大门打开的 但是人家给你关闭了 所以你往那投 最后便宜谁 便宜美国呀 便宜西方主导的这些国家 对吧 所以南部地区咱不能投啊 所以等于逼着中国要把这个钱投给什么 投给俄罗斯 理解了吧 那投给俄罗斯 为什么投给俄罗斯呢 就刚才咱们那个逻辑啊 中央发现什么 俄罗斯现在在流血啊 当一个人处于流血状态 他就拼命的拿自己的所有的财宝要豁命 那这个逻辑理解了吧 所以未来几年咱们投到俄罗斯啊 不是投到俄罗斯 投到东北 要跟俄罗斯换技术 未来几年中国政府的投资方向可以确定啊 逆着经济规律的 要向北 而不向南啊 向北 比如北方城市一定会从中受益啊 但是不知道房价会不会涨啊 东北房价反正没动过啊 所以首先啊 这个俄罗斯在欧洲啊 已经流血 他必然要把重心向亚洲转移啊 这个欧洲的能源 对吧 现在不买俄罗斯 俄罗斯的能源一定会啊 一定会转移到中国 他不卖中国 他没得卖啊 他在中国找石油天然气卖啊 这个卖家 对吧 过去30年 由于日本的搅局啊 喊价等等啊 中国俄罗斯能源管道的灰烬一直受阻的 现如今随着日本加入了美国这个俄罗斯制裁 那威胁俄罗斯能源安全 对吧 那中俄石油天然气管道必然会全速推进的啊 甚至允许中国开发远东 现在允许解放军进入啊 这个北方四岛 进入远东 就是未来允许中国资金进入远东开发了啊 咱们的故土 咱们的钱 咱们的人 咱们的装备可以进了 这是不能排除的 也就是说现在啊 咱们这政治局判断就是啊 未来一定是这个方向 俄罗斯要开放远东了 不开放他就活不了了啊 除了这个巨额的投资啊 将从黑龙江啊 一贯而出 进入 那么咱们先要什么 先要把这个辽宁地带 包括啊 黑龙江一带 这个沿啊 这个区域的石化工业啊 一定会先带起来的 对吧 你有原油了 世界能有原油的没几个地方啊 对吧 而且人口密集的东南亚就需要中国原油啊 现在包括这个啊 很多人都看到了 中国啊 油就可以通过是吧 通过大连直接船运就直接啊 台湾海峡直接南海进入东南亚了 对吧 东南亚就没有必要再跑什么啊 中东地带了 两头都可以买 对吧 而且呢 这个啊 人口密集的东南亚需要制成品啊 原油的这个石油 你可以把它直接就地制成这个啊 制成品 然后上船就直接销到东南亚了 啊 大连肯定是一个重要的港口了 对吧 那你说 未来啊 有油就有东西 那很多厂子企业就在东北建厂了 对吧 它有能源啊 有需求 对吧 实际未来就是谁有能源 谁就啊 谁就可以发财 就这个逻辑啊 因为原油石油 能源这些东西 未来一定涨价的 大家知道广东省的GP啊 这个和俄罗斯是相等的 在俄乌冲突中 俄罗斯是财政面临崩溃的 那咱们这个啊 中央一定是明白这一点 未来普京要想啊 让俄罗斯续命 他必须拿一些非卖品了 这就是俄罗斯的 那我就他的家底啊 这些原苏联工业上的这个绝对的秘密啊 要开始卖了 所以为什么中国要向北边投 因为要什么 要拿俄罗斯的这些技术啊 不出意外啊 你看现在俄罗斯把这个图1160卖给印度了 不出意外啊 俄罗斯的核潜艇啊 俄罗斯的弹道导弹呢 俄罗斯的啊 所有的这些轰炸机啊 运输机啊 这些秘密啊 全都应该要卖了 俄罗斯一直不愿意卖这些先进的技术啊 只卖一些制成品 但是现在这个战争消耗下去 看来是确定要持久的 俄罗斯自己的飞机啊 已经不够前线使用了 他唯一的大买家啊 不需要这种中低端的 理解了啊 中国买也不会买你中低 中低端全都有啊 自己 所以他得把自己的压箱底东西拿出来卖啊 图100会不会卖中国呀 卖印度呢 为什么不卖中国呀 而且俄罗斯啊 现在只能卖最先进的生产线和技术 普通的中国都有都不需要 所以俄罗斯要缺钱就只能卖最先进的 那你说这些东西能落地在哪啊 生产生产线能放在哪 只能放在东北啊 黑龙江 应该大概大概是放在黑龙江的 黑龙江这个工和这个宫京城就是一江之隔呀 直接这个宫京城那个啊 飞机制造厂就直接把这个 把他这个先进的啊 苏武器不就在那儿到呢 直接弄到黑龙江就完事了嘛 所以未来审飞 对吧 他的发动机 对吧 包括飞机 对吧 还有大连的航母 舰队啊 潜艇 对吧 西安的导弹火箭推进器 对吧 这一系列一系列啊 包括太空 都会迎来一次啊 升级 咱们注意有一个消息啊 俄罗斯是什么呢 啊 公布了他未来的空间站的一个啊 一个一个计划 大家注意啊 中国的空间站可是全用汉字啊 其实除了美国人不能用以外 俄国人也不能用啊 啊 你应该忘记这点了 就中国的空间站标志全部都是汉字啊 案件 那个俄国也进不去啊 实际当时中国应该就是没有考虑让俄国旅行员进入 理解了吧 他用进去他也用不了啊 懂汉字啊 也就是说说白了俄国人也只能自己搞自己的空间站 就是说他还是在空间啊 这太空领域 不用 没有把自己的啊 这个家底拿出来 但是你把普通的这些前苏联的啊 这是跟美国齐平的技术 拿出来 发动机啊 对吧 等等潜艇啊 这些核心技术拿出来换 这都够中国升级的了 所以也就是说未来啊 东北的这些军工啊 一定会升级啊 所以应该未来这要买哪里的啊 股票了啊 军工股是吧 所以这也就是最重要的 咱们这个北战会议应该是确定了大方向的啊 在哪里中国能获益 就在这次经济萧条中啊 中国在哪里能获益啊 在北部啊 俄罗斯方向 你往南投人家在封锁 你往那投不自投落网吗 对吧 所以随着俄罗斯的战争展现出来颓势啊 原本的势力范围的国家都出现松动 还有一个刚才谈的西北 所以你想想这个中亚是俄罗斯的活发员 这时候他没有能力去控制中亚的时候 他会一定会 尤其美国啊 美国现在在往这个中亚拱啊 那俄罗斯必须得邀请中国入局啊 进入中亚制衡 那这个时候中国的西北是不是也开发了 俄罗斯一直拒绝中国在中亚五国进行技术车投资的啊 所以这次啊 吉尔吉斯坦着 谈了25年 为什么才同意 因为俄罗斯缺钱了 他必须要防止美国进入啊 那必须要把中国引进去啊 所以这一次一定会开放中国对中亚五国的技术车投资的啊 包括未来在远东开发 所以如今面对这种恶劣的局面啊 不得不允许中国修建铁路 通信网络 高压电网 能源网网等等都开始开发 那让中国重新打通古代私收之路 这个我一直谈过啊 中国实际和俄罗斯 在这个尼布主条约啊 在中国啊 应该是康熙啊 尼布主条约决定了中亚彻底封闭了 就这条古代私收之路啊 因为俄国和中国彻底的平分了中亚 然后呢 这条私收之路就被俄国切断了啊 是被俄国切断了啊 中国啊 这个古代的私收之路现在终于打开 原因就俄国在乌克兰战争啊 这溯源要溯到尼布主条约 那个条约规定了双方通商啊 不再需要通过中亚国家去倒 倒一会儿了 双方之间就开开放啊 开放这个贸易集点啊 就可以通商了啊 所以就让这个中亚的贸易通道就断了 所以到时候从西安到乌鲁木齐 再延伸到啊 大唐都护府 对吧 西区都护府那 是吧 一到巴基斯坦 一直到这个整个的哈萨克斯坦 这一带 整个国际环境啊 包括国内的政策啊 这都是有变化的啊 所以未来啊 应该是以北部发展为主啊 就使得啊 过去冷落东北西北这个啊 不再是啊 不再是这样了 那你看按照原来啊 南下的时候 资金南下的时候 大规模投资 他获利三四十年呢 现在这个中国啊 这江浙一带啊 广东一带 但是未来如果开发东北 对吧 整个东北和这个西北的啊 这个提升啊 那你想也得是三四十年呢 对吧 中午主要是看中美的斗争啊 美国会啊 只给你封锁几年吗 不会的 他会持续几十年的啊 所以中国未来应该几十年啊 东北方向啊 真正啊 虚有发展的 中国也会把钱往那头啊 而不是去往南部 南部头就进入美国的口袋了嘛 也就是说 紧紧的握着中国能源生命线的 东北和西北 未来就是咱们总书记的啊 最看好的地方 这次去了东北 对吧 所以未来的大规模的 就是说是建设 对吧 过渡的 实际就为了度过这个经济萧条 把这个全球性的经济萧条度过去 一旦这个经济萧条过去之后 全国全球的经济复苏 那一样南方啊 还会继续搞这个外向型经济 有人说东北啊 未来啊 未来是有大发展的啊 所以这就是北戴河会议啊 包括G20峰会啊 咱们习主席主要干的这些啊 从战略上咱们能判断要干什么的啊 包括未来去沙特对吧 跟这个中东国家啊 沙特中东国家崛起之后啊 也一个道理嘛 是把这个西方的影响力啊 减弱 这样减轻中国在整个欧亚大陆上的压力 这不管怎么说吧 未来美国真的无力再进行战争了 因为他是要面临全球的金融危机的 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